这个大姐其实你看得出来 她不是只是事务型的工作的人 她是一个很善于去与人交流 去影响别人的一个人 她的话语当中也有这种温暖感 所以这东西你不用担忧 这个你刚才所说的是 要八千和一万二 一万二是外地 八千是云南昆明 是这个意思吗 是啊 与公益毫无关系的考不考虑 先不考虑 来 第一轮选择虚火流 还有三盏灯 接下来我们记录天生我有财 至少天生快乐 你愿意放弃现在的一切成就财富 重新回到学生时代吗 哇 这个真好这个问题 一听就是都是后悔自己人生的人 往事不堪回首 来 您回答一下 其实说句实话 我觉得我这人了嘛 没有太多的成就 也没有财富 然后我一直在学生时代 我一直在 他一直在 刚才叹气的两个人 回答一下 是多么后悔 现在的生活和人呢 我刚才叹气 我说这是个好问题 你怎么回答 我愿意回去 你是多么厌恶 现在拥有的一切 其实也没有 那我觉得 无论是成就和财富 都没有一颗 就是年轻的状态 更值得宝贵 你承认你老了 是吧 承认了 来 小叶 我不愿意回去 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赶上了一个最好的时代 我觉得我每一步都不后悔 而且我说不上成就和财富 但是如果回去的话 你可能碰不到现在身边的人 就是喜欢的人 在一起的这些人 我觉得现在这个 人对我最重要 对 你还满意现在的状态 满意满意 有那种很纠结的人吗 回的请举手 回 坚决回 我是肯定的 绝对回 百分之百回 一二三四四个女的 坚决不回去的 就是真的可以回去 坚决不回去的 一二那剩下的都是纠结的 涂老师回不回 我就是神不衡的纠结 为什么 就是就是你你回去了和现在都有不完美的地 对没错 你回去干嘛 其实 所以两次对于完美无关 但回去至少有一天可以再多活好多年 对 我就这么想 就是说张雨琪有句话叫无限的可能 回去之后 我至少可以有再有另外的无限的可能 因为于老师的情商绝对是那个秒杀了我们很多人 因为您自己在看到这道题的时候 您没有正面答回去和不回去 您直接回应的是 您一直保持一颗 就是学习的心态 其实说明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您的这种谦虚做人 以及您的所有的好奇心 对于生命的探索欲是非常旺盛的 这也证明了一点 您在职场什么时候都希望自己是年轻的 可以有无限可能的 所以这是您的情商的回应 谢谢 然后第二个对于您是否回去和不回去 其实我个人觉得 一个热爱公益的人 对于您来讲 其实你每一天都可以去做助人的事 它不是在于你在不在公益平台 只要您保持这个心 您在舞台上求到职位之后 依然可以做公益 不是做公益岗位才能做公益 lieber边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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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还能把务益